好的 让我们欢迎 山一纯 大家好 我是山一纯 来 小心 今天这身太高贵了 欢迎 我们先请山一纯 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山一纯 很开心来到海口 是的 山一纯今天是第一次 做客我们东方风云马 而且其实跟刚刚我们的 上一位嘉宾实话很有渊源 因为刚刚其实我们就有问到说 他在给别人歌手 写歌的时候的一些感受 那您在2021年的作品当中 有很多就是他写下的 是的 对吧 在夜里跳舞 对 照片 是的 是的 今天晚上唱的其实就是 唐老师给我写的歌 这是剧透了 好的 来 那要不要隔空喊喊话 要么我们再续前缘这样 希望未来多多合作 那我会有个担心 因为今天晚上要唱这首歌 是唐汉潇的作品对吧 是 他本人也在现场 那你会紧张吗 不紧张 因为我跟唐老师 其实也蛮熟的了 对 就是已经积怨很久的意思吗 哪有哪有 所以他在做这个制作人说 会很凶吗 是 不会 唐老师 其实他很温柔的 对 非常温柔 文艺男青年的感觉 懂了 那你会不会提出一些修改意见 说唐老师 我觉得这里可以再多个和弦 或者少个和弦 什么之类的 就给他提修改意见的时候 他会什么态度 他会非常乐于跟你交流 哦 是这样 对 就也不会说 我觉得依纯呢 你还是听我的吧 可能有一些人会比较坚持自己 但是我觉得就是 创作的过程嘛 大家都是可以互相沟通的 对 是的 所以我懂了 就是歌手和这个创作者 和制作人之间的关系啊 就是怎么说呢 我们以前曾经怀疑过 是不是相爱相杀 就是超 在现在他想其实不会 是非常愉快的 对 就是但是万一 我只是万一啊 因为感觉 善逸脸是一个比较柔和 就是或者说 很平静的人 是 万一哪天真的碰到 一个脾气特别爆的 怎么办 我会依旧很平和的 哦 以尽制动 是 以柔克刚 对不对 好 因为其实我是觉得 善逸脸和唐肖的风格很搭 以及在这些年 善逸脸合作过的 很多音乐人 其实都是属于 你这个流派的 有没有想说未来 我要换个风格 我换其他的创作人合作 比如说我唱个摇滚 我觉得可以多多尝试 会不会 好难 但是我觉得 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机会的话 其实是可以多多尝试的 我觉得没有关系 就是因为就是大胆地去尝试 然后各种的去发现 完全不会自己设限制 不要设限制 很好 非常好 好的 好的 那我们所有的音乐人老师 尽管南哥找我们一纯 今天都来东方风云榜了 机会就来了 没错 随便你喊话 好不好 我们帮你喊 你就说吧 你想跟谁合作 我们帮你喊话 有没有 各大优秀的音乐人 音乐突然上升了 有没有 各大 招聘 招聘 各大 招聘 欢迎大家来报名 是的 这样 第一次做歌东方风云榜 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这身look好吗 就是很美的look 美就完事了 懂了 对的 简单 对的 而且又非常的高雅 而且很妙的就是 各位观众朋友们 可能因为你们不在现场 感受不到 刚才单一神是说 就是很美的look 然后太阳 蹦一下就出来了 Spotlight打过来 就是自带这个自然光 太给面